今天是4月25日,星期四 因為唇瘡還沒好 所以大家聽到我的箱子有點噁心 因為去完復活節旅行,可能吃得太多煎炸的東西 太多煎炸的東西,所以唇瘡很厲害 已經一直在塗唇瘡膏 希望快點好,因為吃東西很痛 今天兩件事想說 現在廣估的是牛皮市 什麼叫牛皮呢? 牛皮的意思就是 兩邊拉鞦又不上又不下 那些叫牛皮市 牛皮市通常我們應該怎樣部署呢? 美股我想說說一個 已經知道很久的故事 我知道這個故事十幾年 我只不過看一些發生的年份 就是麥當勞的故事 稍後再跟大家說 網誌已經推出了一月的收費版 大家已經可以看一月的收費版 大家可以在螢光幕的blog輸入 在遊覽器裡面 或者按YouTube下面的說明也可以 好的,我們的鑽石狗組合很簡單 39個月 由開始的資金100萬 變成今天180萬 大家如果想訂閱我們的收費版 那你就電郵給我 那我的電郵是 香港financeout at gmail.com 香港financeout at gmail.com 好,那 恒指現在正在牛皮 今天下午2點多的時候 就下跌75點 那現在還是有29,700幾點 29,700幾點 那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我們都維持到的組合是80% 簡單說一句 由100萬開始 今天是180萬 經歷了39個月 這個以六大核心持股做的黃金貓貓組合 由去年的10月尾到現在升值了8% 8% 那我如果中電或者是月海投資 再跌股價 我就會用剩下的59萬去入市 那暫時現在就升了8% 即是說年頭我們投入了300萬 那現在我們賺了23萬 好,那說一下牛皮市 那牛皮呢 就 大家經常聽說話叫做 10個牛皮 9個淡 我說的就不是牛 是牛皮市 不是跌市 跌市就跟牛皮市 牛皮市的意思就是不上 又不下 但是成交就沒什麼跌 沒什麼上的 如果成交跌 那那個就快會跌的了 那大家現在看到 香港 港股的成交 它 都還有900多億的 每天 800多900億 那是OK的 並不是太差的 那通常來說 牛皮市 都是轉角市 兩種可能性 一是牛皮完之後 再升 一是牛皮完之後 向下 那你就要看成交 通常 如果成交可以保持到 當然 如果保持到千多億 就不是牛皮 如果保持到900多億 現在的市況來說 正常 應該牛皮完之後 它是會上的 那為何會牛皮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已經有 湧入了大量的買盤 那市場 是要消化這些買盤 即是不是都會升那些 有些人會獲利 什麼叫做消化呢 就是有些人會獲利 即是有些基金會獲利 有些省會獲利 那就叫做消化這些買盤 好了 當消化完這些買盤之後 那些人再有資金 如果市場有划算買的話 資金就會再投入去 好了 那什麼叫做牛皮完之後 跌呢 就是那些人 消化完買盤之後 他覺得市場太高了 或者有一些 公司的業績 根本就支撐不到 他上一季的盈利 或者上一季的PE 那就陸續跌了 通常都是這兩種的 如果以現在的 成交可以保持著的話 跌都不跌到哪裡 都是千多點左右 那 一個合理的說法 因為如果 摩根史丹利的指數 是要到11月 才再進去的話 那可能 有讀者問我 那這個牛皮市 會持續多久呢 很難說的 很難說的 有時候幾個月 通常兩個多月就走不掉了 那如果你說以前雷曼那些 跌市完之後 跟著反彈呢 跟著很久就行 它反彈了一年多 才再升 所以很難告訴你 但通常牛皮市 最少都持續一兩個月 最少了 至於現在來說 起碼去到六七月 市市轉角 當然除非發生一些很特殊的例子 即是突然間 即是打仗 或者其他市場就會跌 即是 或者突然間油價飆到很高 市場就會跌 但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我覺得 牛皮兩個多月 你去到六七月左右 市場才會轉角圓 那通常牛皮市的特徵就是 上上下下 升百多點 跌幾十點 升百多點 又跌幾十點 那個成交呢 來來去去都是在 即是可能八百多 九百億 那些 這些就是牛皮市的特點 但牛皮市有一個 就是 如果之前升得太高 那些股份 而它的盈利 接不上去的話 它就會慢慢慢慢地跌下去 那你看看你自己的板塊 所以牛皮市 下一 牛皮市 如果你買入的是一個 中線的倉 其實它是一個 轉倉的好機會 會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可以 因為有些 很多是中線 進來的話 已經升了 那些浸 可能已經過了龍 譬如 汽車股 坦白說一句 根本國策 就不離汽車股 因為外資的汽車會進來 在國內 做了汽車 那根本上國產的汽車 除非有補貼 如果不是呢 沒有優勢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它為什麼之前不會升呢 因為跌得太殘 這個時候 就讓你轉倉 是吧 這些很重要的 即是有一些 它曾經大跌過的 跌得很厲害的 但是其實國策 仍然不利的話 那些你就要轉倉 因為不持續的 那當然 如果你那個本身 是長線組合的 例如我們買的煤氣 啊 領匯啊 中電那些 那當然不需要 因為它根本就是長線都會升 對不對 那你自己看 如果你覺得 市場告訴你 它是牛皮向上的話 那你轉完倉之後 你就增持一些 你覺得 跟著下一輪 有機會再上升 就是現在還有落後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 市場是牛皮 之後向下的話 那你轉倉之後 就持有 比例上 多一點的現金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我想 預住來說 起碼現在的牛皮市 就去到 我想最少到六月 通常都是這樣的 牛皮 起碼一兩個月 不會牛皮幾天的 在我們的收費版裡面 我也有說過 有讀者就說 那你不如出一個收費版的新股分析吧 我都在想著 因為其實 我做收費版 我一向都有看的 就是財務報告我一向有看的 但是做了收費版之後 我看多了 如果要再看多些的話 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讀者 喜不喜歡呢 他們想不想看一些新股分析的收費版呢 第二件事就是自己的時間應不應付到呢 那你說有沒有一個必要呢 其實就是有的 有的 我記得很久之前 我看過一本書叫做 抓住行章啟動的股票 為什麼呢 因為某一些股票 我告訴你 當時我買中國文皇信息的時候 是幾元的 我拿到現在的 幾元 當時我看東尼叫買的時候 是幾元來的 那領展呢 我有朋友買呢 都是幾元的 銀河娛樂 我也都有朋友買 是十幾元左右買的 中海物業 大家可以在組合裡面看到 我買的時候幾錢 1.7元 今天多少錢 3.7元 Unical 我們在半年前買多少錢 30元 大家有沒有看今天多少錢 今天44元 太多了 說不完 這位讀者提供的意見是好的 因為如果你足夠的經驗去分析的話 只要你找到五六隻這些有潛力股的話 你拿去六七年的話 回報是十倍八倍上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很多 我自己經歷過太多了 現在你在組合裡面也看到 很多幾元而已 譬如你是買 是碧桂園服務的 我多少錢買 我九個多買 現在十四元 我自己真的是持有的 我沒有減持到的 我們有太多的例子 想看看 譬如說大家讀者 有沒有讀者覺得是有需要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 新股 我自己的定義 就類似當年 冬尼的定義 冬尼要選股 不管你新與舊也好 最少有五年的記錄 不管你新也好 舊也好 在我來說 最少都有三至五年的記錄 當然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IPO也有分析 但是 一隻全新的股票 如果未上市的話 通常我都未必會買 除非贏的機會很大 還有 平保 平保 我們 當年我看平保是多少錢 好像十幾二十元 十幾年前 現在是多少錢 現在九十幾元 十年升十倍 不簡單 大家不要小看新股的潛力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 做一些 新股 然後將它的分析 放到收費版裏 如果大家覺得 一段時間 可能一個月 兩個月 你覺得有興趣 可以拆出來 做第二個收費版的話 我才開始 想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大家可以儘管給我意見 我會盡力去做 但是好像 在收費版裏說 我百分之一百 是不會再做另一個組合 我最多都是做兩個組合 因為組合不需要多 多是沒有用的 你看看很多的基金 一百個組合都是沒有用的 賺錢只有一個兩個組合 我們分析了 我們會把它放在鑽石九 或者銀翼 我不會再做新的組合 好 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好嗎 美股財擊R 道指 其實大家知道 道指在中段 是創了新高的 高了少少 二萬六千多 創了新高 之前都說過 最後一步也是 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仍然是八千一 八千二左右 我想有特朗普在 市場都很難跌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天我們講一講麥當勞的故事 先喝一口水 沒有什麼朋友 不認識麥當勞 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吃過麥當勞 看到很棒的 這個是什麼 芝士漢堡 還是豬柳漢堡 我也不知道 或者中間那個魚柳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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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魚餅 中間那個 好 麥當勞 就是1940年 由麥當勞兄弟所創的 在加州 California 右手邊 就是麥當勞兄弟 那麥當勞 是Morris 麥當勞 兩兄弟 1940年 什麼都做了 就是奶昔 那麥當勞 很漂亮 果然不一斤 不會搞到 慢慢的 會拿到 那這幾個 你呢 也不會搞到 那麥當勞 所以要开业的成本很高 很难赚钱 当来兄弟想了一个生产线的概念 他把一个小的生产线放在餐厅里面 小的生产线 他把餐单简化了 即是说尽量做五六样东西 有一件事是很设合到美国人的需要 在门口都可以点餐 不用下车 即是你在门口里面 有人走出来点餐之后 进去拿东西出来给你开车拿走 不用下车 这个当时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另外一件事也是由他们开始想的 就是fanchise 就是他经营 即是将这件事分出去给他经营 开分店 但自己就赚noly 大家看到右下角 有两道金色拱门 当年真的有两道金色拱门 现在当然没有了 Wake off就是站在餐厅门头拍照 这些就是他们的旧照片 即是以前也很久之前 那说回那个 你听我说 那麦当麦当鲁兄弟经营了十几年之后 这个Wake off Wake off做过很多东西 做过证券 做过纸杯售仇 纸碟售仇 他最后 就是做一些 搅奶式杯机器的售仇 就是搅奶式 在1954年的时候 麦当鲁兄弟 就跟他订了八部这些机器 他当时很奇怪 为什么有人会订八部这么多呢 通常都是一部起两部纸 他就走去他们的餐厅里面 他就觉得这个生意 非常有得做 但当时Wake off已经52岁了 即是差不多我这样的年纪 还有一件事 他是有糖尿病和严重的关节炎 当年的糖尿病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些药没有那么好 他见到之后 就开始跟麦当鲁兄弟谈 他首先就是加入了Fanchise 开始去做 但当时就做得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 在同一个地方里面 就不止他有Fanchise 麦当鲁兄弟 同时都给了Fanchise 第二个人 有些人就在同一个地区里面 竞争 当然美国很大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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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另外就是说 当他又再做Fanchise的时候 他后来给了钱麦当鲁兄弟 去买断了Fanchise 但是很多的加盟店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擅自改了餐单 做某些菜式和原先的standard不同 营运方式也不同 同一时间 麦当鲁兄弟 当时口头上就说 有很多东西他们是同意的 但是他们不签 后来就是反口 所以很多东西 Wakeoff都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那个back and way 另外就是 麦当鲁兄弟抽佣很高 就是你赚的钱 他抽了很多佣 当时来说 Wakeoff 即使拿了一个加盟 拿了一个Fanchise 都是没有钱赚的 那么他的财务主管 就想了个办法 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你买了地 起铺 自己做铺出来 收加盟金 接着 大家想想 他买了一堆地 起铺出来 然后把铺租给人 起了一堆地 你就要付钱 那这些钱怎么来 就从加盟金那里 而每个月 他收回 那个加盟店的0.5% 价值10万 就把银行借款 那他一路可以壮大 但是问题就是 首先 他要拿了100%的主动权 那他就要跟 麦当劳兄弟 买断了所有 全美国的经验权 那麦当劳兄弟 叫的价值是270万美金 你想想 在五多年是一个天文数字 美金 就是2千多万港元 我想是五多年的事 那 Rakoff 怎样做呢 Rakoff 向12个基金 同一时间借钱 接着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是买地 起了一间银後 收加盟金 那钱 加盟金就是用来太阶段买地的银行秃� unsafe 接着每个月 每一间店的 sales的0.5% 就还回给 Rakeoff Rakeoff用这些钱 还给基金 由这个时候开始 正式它就做得好了 但是都没办法 因为只是 可以一路扩大 但是Rakeoff赚不到钱 它赚的钱很少 反而加盟店就赚到钱 因为购物可以买 所以最后Rakeoff 都是将麦当劳上市 上市之后就如富添翼 然后有钱之后 就一直扩充到全世界 到今天 我告诉你 在麦当劳来说 有两个经营模式 一个是直营店 整间店是自己的 自己经营 一个是加盟店的模式 其实麦当劳主要赚钱 是加盟店的模式 什么叫加盟店的模式呢 就是说 麦当劳 买了一间店 然后再租出去 第一 你就要交租给他 第二 你就要给Royalty 他主要赚就是赚这些 我记得在零几年的时候 曾经我有个拍档 跟我说 广州的麦当劳 还是被人做的 你可以apply 那个fanchise 但是当时来说 我们记得是 二百多万人民币 应该我没记错 是02-03年 当年没二百多万人民币 如果不是现在 可能我发达都不顶了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那个加盟费 是很惊人的 是广州的麦当劳 不是香港 现在麦当劳 应该在整个中国的经营权 都是在中信集团手上的 就是常振明 就是以前中信泰富的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 麦当劳的股价 大家可以看看 你捉到这些行章启动的股票 你看看当时的钱 1970多年的时候 一两元而已 你看看今天是多少钱 是195美金 美金 我当它是70年 现在大约是40多年 你看它升了多少倍 它升了差不多 如果两元 如果以两元算 它升了90倍 你可想而知 这些永恒的股票 它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 我现在在想 如果当年中和文章信息 我不买多一点 我都是买10万元左右 我记得 现在都是6倍左右 6倍、7倍左右 当时中和物业的我买得够多了 我自己拿着9万股的 那时候 Unical我们也是 我和我的组合一样 组合买4千多股 我也是4千多股 所以 即是 你能够及早有眼光 去买到这些股票的话 我也是用回Charles Munger 说的那句 你一整天买中几只就够了 不用买中很多 你也不会买中很多 那今天的麦当努分析 就短短的去到这里 这个故事我知道了很久 其实 但是今天就说出来 因为我想拿回年份而已 好 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投资日志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的投资日志 就建立近一个三至五年的中线组合 那每一期呢 我们都会深入淺出这样 说一些 share一些投资的心得 那另外呢 就会 每一期现在差不多有个股分析的 那 一个月大约是十篇文章左右 9至10篇 那每一期呢 我会以PDF的形式 email给大家的 那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39个月 那由100万 那变到今天的180万 那年复合增长大约是21% 那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网址 那可以看我们一季之前的收费版 那大家如果想subscribe我们的收费版的话 你可以过数每一个月就是150元 去我恒生银行的户口 或者中银香港的户口 那恒生银行的户口呢 还有转数快 很简单的 你入了数之后呢 在收条上面 写回你的email address 拍照 然后share 回去hongkongfinanceout gmail.com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给了那个月的钱 我就会给了所有那个月的投资日志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明天就有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的 好吗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留言的 或者对于新股分析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你可以在youtube留言也可以 你可以在网站留言也可以 你可以email给我也可以 那今天就去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那明天的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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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